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693集 看见没 夏老太都没问一句啊 在夏家 夏大军经常被忽略 按说他应该习惯了才对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夏大军从窝囊费变成能替家里赚大钱的 有夏紫玉的对比 就显得夏老太对他特别不上心 他嘴上没说 可刚才对夏老太中风的揪心感 却淡了一些 夏长征和张翠提分家的事 夏大军没料到 但他咋会苛责夏长征 这时候夏大军最愧疚的人 不是被拐骗的夏红兵一家三口 而是断手的大哥夏长征 被夏紫玉提醒 夏老太脸色不太自然 他想挤出几分关心 中风的后遗症 让他此时的表情和关心不挨边 反显得争鸣 大军 你咋坐上了轮椅啊 你腿废了 带信的人说 大军在旁城发了大财 难道是骗他们来旁城 照顾大军的 夏老太说这话太难听了 夏大军几十年的余孝 听着都不大舒服 也亏的是夏大军 换了夏长征和夏红兵 都得和夏老太翻脸 我的腿没事 是伤到了腰 还在治病 医生说以后能站起来 你也别怪责大哥和大嫂 大哥那边也出了点事 娘 我们现在要赶紧找到红兵他们 老三一家三口都被拐骗 现在还扯啥家里的矛盾 一家人不相互帮忙咋行 夏老太听说 能站起来 心里松了口气 夏老太检讨了一会儿 自己的态度 以后啊 得对大军好一点 老大是靠不住了 老三又被拐骗 能不能找回来都说不好 他只能依靠大军生活 大军哪 夏老太调整好心态 还没好好关心一下 被忽略的夏大军 夏紫玉忽然结过去话头 二叔 您刚才也听到了公安同志说的 公安要找人 我们也不能闲着 得想想办法自己打听消息 能早点把小叔一家找回来 他们也少受罪 夏紫玉说的是正事 夏大军也顾不上和夏老太说话 询问夏紫玉的想法 夏紫玉啊 你说该咋办 夏紫玉想了想 我看 这事还得麻烦下杜老板 我们跑断腿 都不如杜老板说一句话 夏紫玉对于找回夏红兵一家三口 没什么积极性 但这事给了他一个接触杜赵辉的借口 夏紫玉在鹏城滞留 为的就是和杜赵辉扯上关系 但杜赵辉比他想的还难接近 夏紫玉事后想想 生意人肯定很多疑 杜赵辉这样的豪门小开身边 有各种讨好之人 主动上门的举动是错的 找大少爷帮忙 夏大军迟疑 大少爷帮了他那么多 给工资给智商 家里的事儿也找大少爷 大少爷会不会生气啊 但不找大少爷 他自己又能做啥 连去哪里打听消息都不知道 想到被拐走的弟弟一家 不知道要吃多少苦 夏大军也顾不上别的了 我去求大少爷 夏紫玉把手放在轮椅上 二叔 这是咱们一家人的事 哪能让你一个人去 夏老太用袖子擦掉一脸的眼泪鼻涕 赶紧去求一求香港老板 把你弟弟救回来 夏紫玉脚步一顿 迟钝如夏大军 也知道杜赵辉的性格 夏老太不仅是狼狈 农村老人也不太讲究卫生 手指缝里黑乎乎的黑泥 和散发着异味的衣服 农村可没有城里人的条件 有卫生间有澡堂 冬天洗澡可能会被动感冒 好多老年人都会在入冬前洗一次澡 等春天里天气暖和了 才会再次洗澡 把这样的夏老太 叫到杜赵辉面前 杜大少爷肯定会厌烦 夏大军老脸一红 娘 招待所有热水 您先洗个澡 换身衣服 在房里好好休息休息 我和紫玉去就行 玉南冷 阳城和鹏城的温度高 夏老太还穿着上火车时的厚棉袄 现在捂出了酸臭味 再加上它是被人丢到垃圾桶旁边 现在身上的气味 真是一言难尽 老年人的嗅觉不灵敏 自己还没察觉 夏大军想起老母亲第一次出远门 就受到了这样的惊吓 起因也是来捧城找她 刚才那点不快 早就烟消云散 您就在招待所住着 想吃什么就叫招待所的给您弄 夏大军把兜里的几百块掏出来 都塞给夏老太 夏老太把钱捏得很紧 他的积蓄花了一部分 其他被人给搜走 夏大军给的这钱 算是给在了夏老太新坎上 大军真的发了财 夏老太此时才有了真实感 这钱捏在手里 比啥都实在 他也不闹着要去见香港老板了 那你们快点回来 这个招待所的人老婆子不认识啊 在家里横 在外面却怂 夏老太是真的有点怕大城市的人 瞧着多热心的 转眼就把一家四口都骗了 夏家的极品们都快凑齐了 夏小兰还不知道这事呢 知道了也没啥好着急的 夏家的极品凑到一起 也挺热闹的 相互就能扯后腿 夏小兰看热闹就行 他和关慧娥一起把周成送到了渔村 周成说了 结束任务会第一时间告诉他 关慧娥见他情绪低落 也暗暗叹气 当君嫂怪不容易的 为了见他儿子周成一面 还把自己搞得浑身是伤 关慧娥很难继续硬起心肠 她现在对夏小兰的观感很矛盾 时不时会冒出点情绪 是婆婆身份的天然挑剔 但更多的时候 她欣赏夏小兰的个人优秀 要是有别人欺负夏小兰 关慧娥会觉得连她都被冒犯了 不知不觉 她已经把夏小兰划分到了自己人的范围内 会忍不住护犊子 夏大军那边应该不会过来烦你了 你该养伤就养伤 我不信夏家人还能翻天不成 关阿姨 谢谢您 也就是周家讲道理 不仗是其人 换了其他人 收拾一家子农民 是轻而易举 都不用周家自己出面 托人和安庆县那边打声招呼 夏家人就得老老实实 窝在乡下种田 还有夏小兰那个不停蹦跋的唐姐 关慧娥怀疑上次英语竞赛的事 就有夏紫玉在其中挑拨 她也很想让夏紫玉尝尝那滋味 却被周国斌揽下 周国斌说 以大欺小不像样子 王广平都到了党史办 王广平的儿媳妇 还能兴风作浪 关慧娥不像周国斌那样乐观 那个夏紫玉实在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我们就会有很多新的生命 对我来说 就是我们在这边的婚礼 对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